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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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没有关系 会到就好了 台湾的罕见疾病法 能够跟健保有一起的联动 不管这个是独步全球的 在全球来说都是大家羡慕的 这个健保 不管是第十九条的 这个含药实名制的给付 或者以后正式收窄的给付 目前就是有五十六种的药物 照顾三十四种的病患 在去年的话是六十一点六七亿 这样子的帮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要谢谢健保署能够 就是在健保资源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下 还是把就是罕见疾病的 病患的这个药品的照顾 放在专款里面 我们是非常非常珍惜 当医生当了四十年 我上次跟我同事说 就是人生有命 因为这些病人他得到这个罕病 就是因为基因的问题 他必须要面对生命的无奈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在台湾里 现在一个健保的制度 能够提供今天一个 寒冰的一个医疗 我对病人来讲 他是在这个无奈之中 至少还看到一些人的一个机会 那台湾是联合国 第五个国家 联合国家的事业 在照顾这些寒冰的病人 但是也不到一万个病人 要花了这么多的一个钱 这个对他来讲 并不是完全EQ 完全让他治愈 而是让他生命 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照顾 食药署为鼓励 海药的研发及引进 解化海药查验登记 因减负资料 降低归费 并给予十年的市场保护期 针对没有药症的寒药 提供专案取代的管道 截至目前公告 适用寒病法的腰无功 115项 可治疗42种罕见疾病 很多基金会 集团这样子来帮 可是你想想看 不是只有我们一个 是很多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他是信任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